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今天的课程大概就我们在衔接上个礼拜的部分 上个礼拜大概跟各位说明了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些电讯号 这个电讯号是什么样子生成的 所以 suppose 现在各位对生理的电讯号有一些些概念 这礼拜我们要做的就是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临床上也好或是研究上也好 我们常常去量测哪边的电讯号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讲到比较多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的地方为了让各位稍微回复一下记忆 所以我们就几个简单的问题问一下各位 上礼拜的话我们一开始讲说电线里面也有电位 但是人体也有电位 那这个人体的电位到底是怎么样子组成的 怎么样子产生的 那是因为 suppose 各位应该都还记得 是因为离子的不均匀分布嘛,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电位主要是细胞膜和细胞膜外 这两个之间的相对电位 我们把它叫做细胞膜电位 那只要膜内和膜外的带电离子分布不均匀 它就会产生一个电位 那这个电位通常来讲在Resting state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 没有被触发的状况的时候 大约是负的50到负的100这个range 但是它在接受到刺激以后呢 它会瞬间的去改变离子通道的通透性 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permeability 那有两种离子呢 会显著的来对我们的细胞膜电位有巨幅的影响 一个就是甲离子 一个就是钠离子 那一开始是钠离子的离子通道性会巨幅的提升 所以有很多的钠离子就跑到细胞膜里面 钠离子是外面比较多里面很少 很多的那个钠离子就跑进来了 所以细胞膜的电位马上上升 上升到 roughly大概是50 60个mini load 每种细胞不太一样 它就产生那个叫做动作电位的关系 但是跳上来之后呢 它还是要恢复到原本的初始状态 还是要恢复到原本的即化的这种电性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离子通道的通透性就被启发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甲离子通道 那甲离子的话 刚好相反是里面多外面少 所以一打开以后呢 里面的往外冲 所以电位就降回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电位 也就是我们在神经系统 或者是肌肉系统里面的一次激发 OK 我们大概是这样子转 然后这个激发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些系统里面 藉由这个空间的连结的关系 下去做一个传递的动作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最后 也提到一些概念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是怎么样子传递神经的一个讯息 OK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topic里面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稍微有提到 就是说只要是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所构成的器官或组织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类似的变性讯号 是变生理的一个讯号 那当然这个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只能节选几个 所以我们打算在这一个topic 就是biopotential这个topic里面 讨论大概有四个 分别依据会是ENG、EMG、ECG和EEG 后面三个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过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才对 我们先从最后一个讲好了 EEG的EE代表是Encephro 所以是脑电图 大脑在工作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电信讯号 ECG的话的C是Cardial 心电图 在EMG的M是Mile 肌电图 通常我们指的是骨骼肌 在收缩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电信讯号 第一个这个东西是ENG ENG是什么呢 就是neural Neural的电信讯号 也就是我们神经电位图 Electroneurographic 有人是把它讲成Electroneuronalgraphic 也有这种频繁 总之就是神经在进行刺激的时候 或是要传递动作电位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个电位的变化 OK 那在医疗上面 医学上面的话 我们通常在指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刺激某一条神经 给予它一个特定的刺激的时候 我们在量测的地方去观察 把这个电位放大以后 它的电信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OK 那这个你刺激的对象可以是感觉神经 也可以是运动神经 一般来讲我们在刺激的这个神经 通常它所在的位置 都是在比较靠近提表的地方 因为很简单 容易量测的到 对不对 你要量测它的电信号容易 不然的话 今天如果是要量测脊椎里面 脊柱里面的这些神经讯号的话 那其实很难 对不对 因为距离你的提表远 中间还有很多组织间壳 而且那对你的身体机能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危险 要把它做解剖性的这样子的穿刺 其实很危险 所以绝大部分我们量测的对象 都是在比较体表的 OK 那量测的方式的话 可以用比较侵入式的方式 就是真的去找到那一个神经纤维数 量测 或者是说呢 比较常用的方式 其实是在体表的地方 使用量测电极 直接量测 但是后者 虽然来讲比较简单 因为大概就是电极的话 一般来讲金属电极或粘贴式电极 都还蛮常见的 所以使用上很方便 用完之后就可以丢了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侵入式的感觉 你大概也不太会有什么很不舒服的感觉 不过它的这个限制就是说 它的量测的准确性当然就会比较差 因为它离你的神经会比较远 而且呢 那个地方电极所在的位置出的神经以外 一定会有其他的肌肉 也可能会有其他的神经 这些东西 一样它有可能会被激发 产生电讯号 那所以它们之间的讯号 会彼此互相干扰 那量测神经电位讯号 最大的 在临床上面最常见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拿来诊断 这个神经到底这么正常 怎么整大神经正不正常呢 主要是靠两个东西 第一个看你量测到的动作电位 它的正幅正不正常 通常神经出问题的时候呢 它的动作电位可能会减弱 很少会变强的 通常是减弱 第二个呢 是量测看它神经传导速度是不是正常 OK 因为一般来讲神经受到的这些 可能因为感染的关系 产生一些变异的时候呢 它的传导速度通常会变慢 OK 所以可以藉由这些东西来判断 那些神经系统是不是有出现问题 那主要应用的临床诊断在于 Peripheral nerve disorder 这个东西是周边神经的一个变异 OK 或是异常现象 Peripheral这个字的话 它的相对 它不是 我觉得它没有很好翻译 它指的是身体的周边系统 包含你的四肢 你的躯干 OK 那只要 其实大概它相对异的词叫做 那个central nerve system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地方 大概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叫做 那个peripheral nerve system OK 那中枢神经系统包含什么地方 你的脑袋嘛 对不对 还有咧 脊髓 OK 这是中枢神经系统 其他的是peripheral 所以只要是周遭这些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四肢 躯干 甚至脸部 这边 我们都可以去侦测它神经的活跃程度 其中一个应用例子 就比如说像是因为感染而引起的颜面神经失调 这就是一个例子 颜面神经顾名思义 它就在我们的脸部嘛 那如果说你因为病毒感染而 早知一些异常的状态的时候 你所有的脸部的活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正常一样 比如说你不可以正常的笑 你可能有时候还会不自觉的流口水 或什么的 他有一些临床上的症状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ENG的方式来侦测一下 到底有没有正常 Sorry 我忘记说了 我们下面附的这张图的话 是一个常见的神经构造图 我想大家可能不是很陌生 不过我们还是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神经呢 通常会有几个结构所过程 第一个是它的 Sorry 玩错了 第一个是它的膠盒的地方 我们把它称之为神经元的主体 或者是cell body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soma 就是主体的部分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细胞核所在的位置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dendrite 中文翻成竖图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 接收其他神经所传递而来的讯息 再来呢 第三个就是axon 轴图 把它翻成轴图 轴图的话 跟刚刚的功能相反 刚刚是接收外界传进来的 轴图是要把自己的神经讯息传出去 所以这个是transmission 这个是receiving的接口 这样子 轴图呢 会传到它想要的地方 然后跟其他的神经元连在一起 通常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一个东西的结构 这个时候叫做轴图上通常可能会看到 Malensis 水窍 它就像我们电线的这个外面包覆的这个绝缘层一样 它可以有效的加速这个电讯号的传递 那Malensis中间呢 还会有一些Nord Nord of Renvier 就是可以让你去做那个动作电位的一个恢复这样子 OK 那每一个神经元之间呢 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错综复杂的这样子的联系者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神经元的主体 它其实有很多的Dendron 然后跟其他的Axon的Nether 做一个相连 那彼此连接的地方呢 其实是有点点若即若离的这样子的感觉 上面有一些突出 它会在激发之后释放 那个神经传导物质 去改变离子的通道特性 所以在另外一侧产生一些 那个电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 然后再制造出动作电位 传递到下一头端 OK 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式来连接 所以我们在做ENG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就是要选定 某一些特殊的神经纤维 在人体来讲的话 我们很少会针对某一个 单独的神经元来做量测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太细也太小了 基本上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会根据可能某一数 特定的神经纤维 来去做量测 观察它的电性改变 那神经纤维呢 其实刚刚我们看的只是一个大概 我们说绝大部分的神经纤维长这样 但是其实神经纤维 根据它的功能 还是会有很多的分类 然后长的形状呢 其实也开始有点奇形怪状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的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了 最左边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感觉神经元 在感觉神经元里面 其实它没有 它并没有正式的细胞核 它的SOMA这个地方 其实是长在旁边的这样子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Motor Neuron 它长得就很像手像的样子 前面这个是神经元、轴图 然后Motor Neuron是用来刺激肌肉做收缩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接收器的地方 会落在肌肉 而不是其他的神经 OK 那还包含呢 像那些Inter Neuron 联络神经元 那联络神经元 分成两类 一个是跑比较近端的 一个是跑比较远端的 这个是Local Inter Neuron 这个是Projection Inter Neuron 它们的工作的功能 虽然都是联络 但是都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那这些那个 要刺激受器的这些神经元 除了刺激肌肉以外 有可能是刺激微血管 OK 有可能是释放一些 跟内分泌有关的一些物质等等 所以其实每个神经元 根据它的功能 都会有一些些 结构上面的一些差异 甚至呢 它们在外观上面 可能会有出现很大的变异 OK 所以其实神经细胞 都还蛮多元的 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形状大家都不一样 跟前面看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但是它们都是神经元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一一的跟各位介绍 不过大概 有些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在 嗅觉球里面的神经细胞 大家知道人类嗅觉很灵敏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神经的 那个接受的网络 其实是很复杂的 所以你会看到 要比一般的感觉神经元 看起来更复杂的一个结构 这样子 那还包含像这一个 哇 这个比刚刚更复杂了 这个神经是在哪边的呢 是在Cerebral Peninckian Cell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在小脑的 前面这个字是小脑的意思 Celbellum 是小脑 Celbellum 是小脑 Celbellum 是小脑的 在小脑里面的Perkinium Cell 这是一种特别的细胞 各位知道小脑的功能是什么吗 小脑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维持身体的平衡感 所以你今天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其实小脑都会嘎上一讲 那维持平衡感你就知道 它要随时调整你的平衡 所以它跟很多的肌肉的作用 都会有连上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它必须要接收各个肌肉的 所传回来的一个讯息 马上去做整理 然后来去告诉你说 你在哪个地方要放松 哪个地方要加强 才能够维持平衡的状态等等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它很重要的功能 此外下面还有这一个 是在Retina的一个 Neuron Cell Retina是视网膜 接收光线的这个地方 其实我最想要介绍的是这个 各位需要留意的也就只有这个 也不是只有这个 各位可能在这一堂课程里面 需要稍微记一下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起 这个等一下可能是下离白行 Sorry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在大脑皮质 Cortex 里面会有的一种特别的神经细胞 我们把它叫做Pyramidal Cell OK 这个细胞呢 其实就是大脑的最主要的神经细胞 我们所有的这些神经的活动 包含感觉啦 运动啦 记忆啦 或者是情感上 空间感这些的分析 其实很多都是由这些神经细胞来控制的 所以我们在量测大脑的电性活动 EEG的时候 我们量测的主要就是 这一个细胞的电性活动 它的动作电位 OK Pyramidal指的是那个金字塔的意思 Pyramid是金字塔 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好像长长的 怎么跟金字塔会扯而上关系呢 它的原因是因为 来自于它的细胞核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它的细胞核 它的细胞就是一个J型 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Pyramid Cell OK 所以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印象 我们之后下礼拜讲到脑电图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提起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神经长得非常的 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还蛮有趣的 那不过回来我们想要量测这个ENG 那ENG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我们主要会量量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是动作电位的大小 一个是神经传导的速度 那动作电位的大小 还好 基本上就是量测电位的改变 然后你就可以看这个电位量测出来是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跟一般的文献比起来 或是跟这个 你所量测这个神经正常的这个范围比起来 到底有没有异常 那神经传导速度要怎么量测呢 通常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不难 只是它必须要改变刺激的位置而已 以这个示意图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量测的就是这一条神经的一个传导的速度 这条神经的传导速度 所以它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刺激器 因为你总是要刺激 它才会产生一个response 才会产生动作电位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一个 对不起 第一次使用这个 所以有点不太顺手 你需要一个stimulator 刺激器 OK 然后呢 除此之外 你还必须要量到它的反应是多少 你所传达的这个讯号是多少 那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 它的速度上的差异 所以我们在量测的地方 其实也不一定要把我们的电极放在 量测电极放在神经上面 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其实是放在它所控制的肌肉上面 然后呢 藉由一个放大器量测到你的讯号波形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它在改变不同的量测位置的时候呢 所接收到的一个电性变化 其中S1这个呢 因为距离比较远 所以需要时间比较长 S2呢 距离比较短 所以需要时间也比较短一点点 所以根据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 你有了时间差 你也知道这两个stimulator差多远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动作电位抵达到的时间 来去回去推算它在这一段神经上面所传导的速度到底有多少 OK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算神经传导的速度了 可以好 所以应该不是太难才对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继续延伸一下 我们说今天量测到 我们除了这个神经传导的速度以外 我们还可以去看它的讯号的大小 来看一下这个实验的设计一下 来这个实验呢 基本上它想要量测的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想要量测的是哪边呢 我们量测的是手里面一条很重要的神经 叫做median nerve 它的一个神经电位图 median nerve在什么地方呢 后面我准备一个接口图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其实大概纵贯了我们整个手的部分 那大概会比较接近你的手内侧 从上手背到下手背都有 在这一个图里面 我忘记跟各位说 在这个图里面呢 红色代表血管 黄色代表神经 所以median nerve是哪一条呢 是 这边这条 下来 所以它其实从上面这样一直延伸下来 放大图的这个地方会比较清楚 这条 就是我们的median nerve 它在神经上面甚至有写字 median nerve 这样下来 OK 所以它大概就是沿着手的内侧 一直通过我们的手肘 延伸到手掌这个地方 所以是我们的上手背很重要的一条神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想要量测这条神经上面的动作电位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刺激器的地方 它其实是放在手指端 这个地方当然会有一些神经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神经会这样子沿着这个median nerve 回去 那它的刺激呢 其实还蛮强的 因为是一个体外的一个刺激器 所以它的那个电压还蛮高的 但是时间非常的短 不到一个mini second 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产生刺激 产生刺激完以后呢 这个电位就这样子沿着median nerve 会传递回去 那它在两个地方呢 都设立了观察的电极 一个量测电极是位在我们的手腕的下方 另外一个呢 是在我们的手肘的下方这个地方 那因为手腕的地方 距离刺激的位置比较近 所以你想也知道 在刺激发生了以后呢 它会比较早收到 此外呢 这个离得比较远 相对来说这个离得比较远 所以它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才会接收到讯号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观察到它的波形 有很大的差别哦 OK 一个在手腕的地方所量测到的呢 这个波形非常的完整 还蛮大的 另外一个呢 在手肘的地方所量测到的 小很多 右边还附上了 顺便附上了比例词 证明说它的纵组的单位是差不多的 所以上面这个测到的讯号 强很多 请问一下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距离刺激点越近 讯号就越强吗 好像不是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礼拜讲神经传导的时候 在神经里面传导的是动作电位嘛 对不对 动作电位不管你传多有 只要它还在Axon里面 它的波形应该是一样的 那以这条median nerve来说的话 它从这边到这边都是同一条啊 对不对 它没有分岔没有什么的话 那suppose你今天观察到的神经电位 应该是一样的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 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量测的所使用的都是表面电极 但是呢这条median nerve是在我们的皮肤下方的 在手腕的地方它比较靠近皮肤侧 但是在手肘的地方它的位置比较深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各位的是深度 即便你今天量测的是同一条nerf 同一条神经 但是呢你量测的方法 还有你量测的位置 都会影响到量测的结果 神经的深度也会影响到量测的结果 OK 那这一张图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我不知道各位 我没有观察到 留意到 我们刚刚有指到说 这个地方的比例词是十个micron 这边有比例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者的坐标是一样的 纵轴的这个单位长度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单位 大约 roughly 我们神经定位图大约正幅大概多少 十个 二十个 单位是micron volt micron是十的-六次方 不是-三次方而已 那刚刚那一张图呢 这张图是不是也有比例词 比例词在什么地方 这边 其实在图表里面 坐标的单位其实很重要 它可以让你知道这些资料 这些signal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尺度大概在什么地方 它们的横轴来讲的话 时间单位来讲 一个神经定位 roughly 大概就是一两个mini second 差不了多少 但是纵轴的话 你会发现差很多 这个地方这样子代表一个mini volt 一个mini volt 是十的-三次方 刚刚是几十个micron volt 是十的-五次方 差两个数量级 怎么这样 我们不是都在量神经吗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有同学知道吗 当然这两个神经可能是不一样的神经 但是不一样的神经 会差到一百倍那么多吗 虽然不是不可能 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东西 请问一下 在这张图里面 你所量测到的是神经的电位吗 其实不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 这个只有要量测神经传导的速度而已 所以你其实量测到并不是神经的电位 你是量测到的是神经把电位传给了肌肉 肌肉产生收缩以后的电位 对不对 所以这是肌肉收缩的时候所产生的电位 肌肉 你当然不可能拿一个肌肉纤维细胞 出来量它的电位是多少 对不对 你量它是一整块肌肉的电位是多少 一条神经跟一块肌肉 你觉得哪一个数量比较多 当然是肌肉的数量比较多啊 对不对 所以你量出来的薰套谁会比较强 他会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有量ENG的话 它的讯号强度其实大概都只有几十个microvolts 几百个microvolts 这样就很了不起了 可是你如果量的是肌肉的讯号的话 会大蛮多的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要量肌肉的讯号 因为讯号大一点比较好量啊 对不对 讯号小的话你就很容易受到杂讯干扰啊 很容易量不准啊 OK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纯粹就是量一个肌肉的讯号 神经的讯号给各位看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scale其实是有差别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忘记提醒了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要量测神经讯号什么时候抵达 我们都是以这个地方来当成一个基准点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stimulus artifact or stimulation artifact 通常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电信刺激的时候 电场的感应造成接收电极上面电位的波动 所以这是因为这边的刺激对这边的导线而引起的 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及时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认为在这个artifact产生的时候 就是你的刺激开始产生的时候 所以它其实可以当成是时间上面的一个参考点这样子 所以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以后我们来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这个大概是比刚刚复杂还蛮多的 在这一个图里面我们想要看的是 我们神经传导里面牵涉到最少的细胞数目的一个活动 叫做反射reflex 大家应该都听过反射才对 反射运动的话就是说它在从我们接收到讯号到去刺激运动的肌肉 之间其实我们并没有通过中速神经系统 直接就做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射动作 因为通常来讲它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你 避免过多的伤害造成 比如说你踢到一根石头的时候 你的脚就会弹起来 你手摸到很烫的水的时候马上就会缩回来 这些动作都在你产生意识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它牵涉到的细胞其实是数目是很少的 数目少意思就是状况会比较单纯一点点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谓的状况单纯是怎么样 来这个是一个人的脚嘛对不对 应该不用讲才对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做刺激 哪里做记录 因为这会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反应 首先第一个刺激点它放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你膝盖后侧的位置 它刺激的是哪边呢 它其实是要刺激一条大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经 叫做posteriotibial nerve 它大概位置在我们的大腿的后侧 从膝盖的后面流过去 一样我们准备的解剖图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说过了黄色的是神经 tibial nerve是哪一条呢 就是这条最明显的 这条就是tibial nerve 所以我们刚刚的stimulator 大概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要去刺激它 OK 那我们量侧的位置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所要接收的 它大概就是放在各位的小腿肚上面 那小腿肚上面主要量侧的呢 就是我们的小腿后面这个地方的肌肉 各位小腿肚应该都有很强壮的肌肉才对 OK 它就是要量侧这个地方的肌肉 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那个tricep sterile muscle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字出来 叫gastronomius 它是属于tricep neuromuscle 的一个 sterile muscle 比较表层的部分 它有比较深层的部分 也有比较表层的部分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皮肤的电极 表面电极 所以我们量侧都会是比较表层的部分 好搞清楚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刺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到 这边都是有四条curve 代表的不同实验底下刺激所接收到的结果 那以这四个实验来讲呢 它的差别就只有在于说由上而下 它给它的刺激强度越来越强 也就是我们的voltage 越来越强的意思 首先呢 在很少很少很少的刺激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理解成说 其实这个刺激太小了 没有办法对TBR nerve产生任何的induction 没有办法超过那个threshold 产生动作电位 所以你基本上你收不到什么讯号 再来当你的刺激强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发现 哦 经过某一个时间以后呢 真的有一个反射动作产生了 OK 你的肌肉 小腿肌肉会抽动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 简写成H H代表是H Reflex 就是这个反射行为 所造成的一个肌肉收缩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即使这个刺激呢 它会先去刺激到了我们的这个TBR nerve TBR nerve被刺激到以后 这个感觉神经就会往回传嘛 都可以告诉我们说 哦 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讯号产生了 它在往回传的同时呢 同一个时间它会传递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让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同时间呢 它也会传递到对角的一个运动神经元 叫我们的肌肉赶快收缩 小腿肚吸收收缩以后呢 基本上它就可以让你抬起来 远离那一个可能让你制造伤害的那个状态 所以呢 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果然在这边产生一个收缩了 所以从这个刺激到这个刺激 我们的神经动作电位呢 大概走了一趟 从我们的小腿侧 sorry 膝盖的后方走上去到脊椎 然后再走下来到我们的小腿肌肉 但是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再继续的把我们的外界的刺激 继续加大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还是看得到reflex的讯号 可是呢 在比较短的时间点的时候呢 我发现在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肌肉的收缩 怎么会这样子啊 除了反射以外 难道还有其他的动作会发生吗 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tbr nerve 它其实是一条综合的神经纤维数 我们刚刚说过嘛 我们很少去看单一的神经元 我们看的其实都是一个综合的神经纤维数 这个神经纤维数 里面其实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感觉神经 另外一个部分是运动神经 所以它不是只有负责感觉而已 它还有运动 只是呢 这两条神经呢 它们的敏感度不一样 敏感程度不一样 通常来讲 感觉神经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半径比较粗 它的敏感度比较高 也就是只要有一点点刺激 我就有反应了 可是运动神经元 在这个地方是比较细的 所以它的敏感程度比较差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感觉神经好像笑点比较低 随便讲一下 它就笑得很开心这样子 反之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比较 Boring的人 所以它很不容易被引起它的共鸣 但是呢 在第三个实验里面 我们的讯号 刺激讯号 大到可以去同时影响到 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 好 这两个同时被影响以后 会产生什么的结果 运动神经也被刺激了嘛 对不对 运动神经控制哪里的 当然就是控制你腿部肌肉的嘛 对不对 那在运动神经里面你创造出一个动作电位 它所代表的后续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肌肉收缩嘛 OK 这个M代表的就是运动神经被激发之后 所产生的小腿肌肉收缩 被你量测到 但是同时之间呢 它也会把这个 因为你那个运动神经元都已经被激 都已经接受到刺激了嘛 感觉神经也一定会被接受到刺激 所以它一样的还会传回到 我们的脊椎的部分 然后再传回来 OK 产生reflex反射动作 OK 这两者会同时发生 那时间差一定会有不一样 因为以M来讲的话 它只有走这一段 以H来讲的话 是走回去又走回来 所以当然reflex会比较晚 故事还没结束 还有第四条 第四条 就是我在把刺激加得很强的时候 所发生的结果 你会发现这个M 随着你的刺激抢 你的直接的肌肉收缩 越来越明显 越多的肌肉收缩 所以越强的肌肉收缩 所以你的讯号越明显 震幅越大 然后呢 你的reflex还是有 但是它越来越小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告诉你一个更 更复杂的讯息就是 其实这两个讯号 它彼此之间是有解抗作用的 因为你在前面这一个时间点 因为你的运动神经被激发了 对不对 你产生一个强力的收缩了 OK 所以你的系统会送一个feedback的signal过去 就是说OK 我这个地方刚刚有接收到了一个强烈的收缩的讯号 然后呢 它会去抑制反射动作想要刺激的这个讯息强度 就是说我刚刚才收缩过而已 你确定还要再收一次吗 有点类似像这种感觉 OK 它会让它的神经的强度弱一点点 所以它就会随着你的刺激增加而减少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虽然只有四个curve 但是它可以讲出还蛮长的故事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后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经解剖图 还有一些神经连结的回路 我刚刚忘记讲最后边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告诉各位的是 从这个蓝色的地方的感觉神经元 OK 它的连接方式会传到我们的脊柱里面 的脊髓 然后呢 它会跟运动神经元做连结 传递到腿部的肌肉 那它的连结不会只有传递到单一的肌肉 它一定会传递到成对的肌肉 甚至两侧的肌肉都会传递到 因为你的脚要离开 其实需要很多肌肉配合 比如说你的大腿也必须要用力 你的脚才能够抬起来 然后呢 另外一只对称脚也要出力 这样才有办法站得稳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其实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反射动作 但是也牵涉到了不少神经的一个作用 好 好 好